內地新冠疫情持續 確診個案再度破百 新增117宗本地病例 吉林省佔超過一半 通化市有被禁足的居民 投訴斷糧後 市政府安排人手送物資上門 吉林新增67宗本土病例 主要來自通化市 市內所有小區繼續實施封閉管理 居民不准出門 因應居民投訴欠缺物資 市政府即日開始安排 以半價派送五天份量蔬菜上門 在高風險東窗區的超級市場 超市職員按居民訂單執貨 由義工送貨到住宅 長春公主嶺市 八個黨員幹部 因疫情防控理積不力 失管失策被問責 其中市衛生健康局黨組書記兼局長 被指在疫情防控認識不足 租眠職 各省市繼續為高風險人士接種疫苗 國家疾控中心公布 部分疫苗接種場地 環境樣本呈陽性 中心說在接種過程中抽取疫苗液 注射器排氣的液體殘留等 可能以液體或氣溶膠方式污染接種場地 但強調疫苗經滅活工序製成 病毒已失去感染性和致病性 無線電視記者吳惠陰波道 無線電視記者吳惠陰波道 無線電視記者吳惠陰波道